大家好 我是互票胖子 我们看到这是一张来自上海证券所 对蚂蚁集团暂停上市的一张公告 这里面已经写到了暂停11月5号 蚂蚁集团公司的上市情况 视频是黄启帆市长 这是一位重庆市长 当时是他批的那个阿里巴巴 和互联网金融公司的小袋牌照 大家都知道的 银行主要靠什么发财这个问题 银行的发财主要就是四个要素 准路 西插 杠杆 风险 银行不是启赛机构 这八个字就是银行的盈利点 准路的意思就是牌照 你只有获得了金融牌照 就可以在后面六个字里面赚钱 所以金融牌照很重要 但是获得金融牌照的金融机构类型很多 一般来说主要分为七类 业界俗称七颗龙珠 银行 证券 基金 保险 期货 信托和租赁 只要你拥有任何一颗 就可以打后面六个字的主意 败水的金融机构业务的座大 对后面六个字的供给底的需求 也必来越来越多样化 下面让我们认真看看这几个头部互联网金融集团 金融打结商业模式基本都是一个路数 廉价资金流加现成客户池形成信贷通道 业过把毛 以极少的自有资金加远远不到的银行主动天然的联合贷款资金放贷 再把信贷资产证券化打包买掉 反反复复紧紧逐出空手套白狼 几千亿不值了 打着科技公司吃着利差还不想被监管 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想起十几年前 全世界金融学家都在批判中国人按储蓄的文化 甚至被许多国内经济学家当作民族列根性来进行批判 殊不失财富资产信用等都是这样积累起来的 信用是我国最大的一块未经开垦的金矿 很多老百姓没有意识到建国七十多年 我国老百姓自己身上的信用值累积了多后 谁尽快去挖谁发财 当然反过来说 尽快的消耗也会导致国家的加速耗干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个人信用是所有信用的根子 个人信用是无限责任 当然是所有信用的根子 挖老百姓信用的金矿 其实就是挖社会主义最深层次的墙角 这个墙角是无数先烈用脑袋堆砌起来的 当然也是后期无数劳动者用汗水堆砌起来的 我们国家老百姓的信用是全球第一 身家清白 大部分都是净资产极高 互联网从业者不可能站着说话不腰疼 银行界应该自己努力点 别自己辛辛苦苦种的树 人家去栽桃子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猜想吧 也许蚂蚁集团被停止上市 也不光光是这方面的原因 如果您觉得我讲的还有几分道理 欢迎评论转发哦 我是胡飘胖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